拖吊廠明明已经拉下铁门 一名男子却翻厂闯进去 几分钟后拿着两块车牌离开拖吊廠 开着一辆黑色轿车离去 但这辆车已经挂上他刚拔下来的这两块车牌 事发在新北市领口拖吊廠 拖吊廠人员发现厂内其中一辆车 车牌不见掉监视器 才发现是有人闯进来 这名男子发现自己的车被拖走之后 是直接来到拖吊廠 而且趁着半夜的时候闯进来 他不是直接把车开走 而是拔掉车牌挂在另一辆车上 而他这样的行为已经不是第一次 被拔走车牌的是车主点档的权力车 闯进去拔车牌的21岁陈信男子 是当铺业者的朋友 他开权力车上路违规被拖吊 就开着另一辆车到拖吊廠 闯进去拔车牌挂在其他的车上 四个月内分别在三重和林口 用同样的手法犯案 车主拔车点档之后 使用权就在当铺业者的手上 但如果没有过户 产生的罚单会寄给原车主 如果申诉无效 可能还得打民事官司 这回嫌犯为何要拔牌 有其他业者透露 可能是打算用在其他 无法申请车牌的车 不过无论如何 擅自拔走车牌都已经违法 虽然他不是偷走别人的东西 不够成切到罪 但闯进拖吊厂拔车牌 犯了妨碍公务罪 两起案件各被判两个月 得缴12万元 车被拖走不缴罚单和拖吊费 得付出更贵的代价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